欢迎回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一夜间被称国际庄的河北石家庄 按下暂停键 在一年中最冷的日子 全员核酸检测连夜展开 一千一百万人齐心抗疫 各地医护人员心意迟远 感动又熟悉的一幕幕再次上演 照片里的这一幕 发生1月6号凌晨3点 当时医护人员进入怀底社区 室外温度达到零下12度 地下车库滴水成冰 他们累到不行的时候 他们才稍微靠着歇一歇 1月6号 新集中医院护士张立芳 在核酸检测工作中 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医院为她申请回家奔丧 张立芳却决定留下来 她来到酒店楼下 朝着家乡方向 三居公送别母亲 1月6号零时至7号24时 河北石家庄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八十一例 沉甸甸的数字 让我们每个人心头一己 但一千一百万石家庄人 没有怕 此刻 无论封闭隔离 无论坚守岗位 无论志愿服务 同心 同孝 同行 同力 都是这座城市 全力以赴的最强底气 风雪中跌倒了 爬起来 拱着身子继续前行 全网刷屏的这组 移动的雕塑感动了无数人 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大连海洋大学青年抗议突击队 一共有17名师生组成 他们每天早晨5点半准时起床 十余天来累计卸运物资十余吨 每天为公寓5109名师生 配送一万两千两百一十九份餐食 装卸配送 这是工作的常态 反复循环 一趟又一趟 顶风冒雪 勇敢前行 还有很多很多 跟他们一样 坚守在抗疫一线的人们 他们在疫情面前 把小家与大家与国家 紧紧联系在一起 冷的是天气 暖的是人心 你我皆凡人 但他们开启了春的希望